公元4032年,因为基因的缺陷,导致人类走向不可逆的进化,从而导致世界的毁灭,一位科学家发现了此事,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小镇,选择为数不多,拥有技能的人选进入其中,可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被强制绑过来的,并不了解真相,在残酷高压的统治下,小镇迎来了一场激烈的叛乱,可惜最终还是失败了,小镇政权落入了第一代青年的手中,青年们继承了初代统治者的残酷意志, 使得小镇更加像一个大型监狱,这天,德林正在海岸度假时,与酒吧的服务员相谈甚欢,酒一杯一杯地喝,不知不觉间便不省人事,显然她就是被选中,成为人类未来的活种之一,等德林再次醒来,已经来到了2000年后,一位面带微笑的女子告诉她,有位病人急需治疗,迷迷糊糊的德林,只记得昨天自己还在度假,怎么一觉醒来就在医院了,前往医院的路上, 德林听到路边的广播中,正播放着最近小镇有许多叛乱分子,所以小镇将在30分钟后,开始施行宵禁,眼见吉普车向着未知方向行驶,德林察觉有些异常,便翻身跳下车,迅速远离这里,见到这一幕的士兵,刚想开枪,却被一旁的女人拦了下来,逃跑的德林,来到一户人家打算报案 可惜她并不知道,整个小镇都在统治者的掌控之下,电话并没有如德林所愿拨通,见屋主人阴阳怪气,她直接离开了这里,只见屋主人看着德林离开,随即拨通了举报电话,孤身一人的德林,在陌生的街道上狂奔,试图逃出这个小镇,很快便被一堵墙堵住 在这里,她看到无数子弹壳,还有成片未干涸的血迹,士兵很快便赶了过来,德林也只能举起双手投降,被抓的德林,很快就被士兵带回医院 德林十分疑惑,若大个医院,只有她一个医生,冷峻面孔的女人告诉她,前不久,医院的唯一一个医生,因为意外死亡,所以才请德林来医院治疗患者 小镇的掌权人杰森,为了表达自己对德林的重视,亲自来到医院接待 她向德林谎称,这是官方组织的社会实验项目,恰好,度假的德林偶遇龙卷风,被官方救下 所以被官方带回了小镇,参与这项实验,并且,她的妻子也在赶来的路上 目前她只要安心完成手术,就可以和妻子见面 德林并没有相信杰森的花言巧语,可身为医生的使命感,依旧促使她来到病房 查看患者的伤势,躺在病床上的女人,赫然就是黑松镇第一季中的凯特 此时她不知因何原因,身受重伤,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德林看见凯特的伤势,没有丝毫犹豫地准备手术 就这样,在一群副手以及学生的观摩下,德林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另一边,杰森与瑞特来到隔壁的办公室,商讨着小镇最近的形势 虽然他们现在仍旧在极力地镇压小镇暴动 可他们认为的叛乱分子,仍然不减反增 这让小镇的士兵损失惨重,他们很清楚,必须让更多的人学习医疗技能 才能摆脱现状,就在两人还在商讨之时 第一季中新生代导师菲利缓缓出来 原来,菲利并没有死亡,还顺势成为小镇的最高统治者之一 而他一直主张用严苛的法律,以及暴力的手段 清除这些叛乱分子,目前摆在杰森面前最大的阻碍 便是一位叫本的男子,本的父亲伊森,曾是小镇的治安官 三年前,伊森牺牲自己,拯救了整个小镇的安危 但因为双方治理理念的不同,在杰森的操纵下 伊森成为小镇的叛乱分子典型 本继承了父亲的理念,俨然成为叛乱分子的精神领袖 第二天一大早,从手术中清醒过来的凯特 看见正为自己整理掉平的德林,告诉他,千万不能相信杰森的谎言 就在德林刚想问,这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却发现凯特的一只手,被紧紧地靠在床上 两人的对话,也被随后赶来的瑞特打断 瑞特告诉德林,前往小镇旅店,就可以与他的妻子会合 德林刚离开没多久,杰森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医院 威胁凯特,说出另一名叛军首领本的下落 对于杰森的质问,凯特不仅没有害怕 甚至还有些得意,他之所以被抓 就是因为戴林手下,摧毁了小镇用已定位居民的芯片操作系统 而现在,他也完成了摧毁系统的任务 所以,自然不可能说出本的藏身之处 眼见自己想要得知本的目的没有达到 杰森打算用更加残暴的方式,勾引本现身 另一边,德林也到达了黑松镇 此时的黑松镇,比起以往更加的萧瑟 路过咖啡店时,德林看到一个士兵 正强行带走咖啡店内的女店员 对此德林十分好奇 询问士兵,那名女店员会被带去哪里 然而士兵并没有回答德林的问题 只是带他来到旅店,并告诉他 在这里安心等待妻子即可 德林站起身试了试门窗 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经被封死 显然自己是被软禁了 正当德林陷入惶恐时 忽然一个男人,从外面打开窗户 带着他离开了旅店 他是凯特的一名手下 之所以救出德林,就是打算向他询问 凯特现在是否安全 就在两人交流之际 德林看到无数的居民 从四面八方向着广场聚集 跟随人群 德林来到广场 看到了小镇的掌控者杰森 正走上高台 高台上的杰森 痛斥反叛分子的卑劣 并声称 这群人都是破坏小镇的不稳定分子 接着就指挥手下 将三名男女带上高台 并说 这三人便是反叛分子中的一员 杰森逼问三人 他们的头领本的下落 眼见他们守口如瓶 于是杰森打算杀鸡儆猴 命令士兵对三人公开处决 只见随着杰森的命名落下 一旁的士兵 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处决了台上的一名女人 台下的德林祭当 刚被处决的那个女人 是一名孩子的母亲 她愤怒至极 刚想要冲上去理论 却被一名士兵拦了下来 就当杰森下令处决第二名俘虏时 一阵怒斥声传来 原来是本不想无辜的人遭受牵连 主动献身 看到来者 杰森精神一震 立刻命令手下将本控制起来 随着本的落网 小镇的动乱很快便平息 德林很快见到了妻子贝卡 然而 刚刚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眼前 也让他明白了 这里并不是什么实验项目场所 现在 他只想带着贝卡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没过多久 一群士兵将他带到了杰森面前 杰森热情地邀请德林 一起共进晚餐 德林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 并愤怒地质问杰森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杰森顿了顿 表示先上车 只见士兵打开车门 将德林与本一起放入车内 待德林上车后 杰森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他期望的是一名忠于自己的医生 然而他在德林的眼中 他看到了与曾经的医生一样的目光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便决定将德林暗中解决掉 划分两头 菲利来到凯特的病床前 十分得意地说 本已经被逮捕 而凯特也将毫无价值 说罢 便拿出针管 打算把大量的药物 注射进凯特的输液管内 起料 凯特一个转身 便从病床上翻了下来 瞬间就将菲利制服 可此时的凯特 已经生无可恋 所以并没有将菲利干掉 转而用手术刀做了结 另一边 士兵将在有德林与本的车 开到隔离墙的门口 随后一拳打晕德林 接着用石头抵住汽车的油门 打开隔离墙的门 眼睁睁地看着车辆驶出墙外 直到车辆撞到不远处的大树 这才停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 德林被外面恐怖的嘶吼声吵醒 他看到无数便衣人 掠过汽车 朝着一堵墙蜂拥而至 此时 基地内的杰森 也察觉到了隔离墙外的异常 立刻站起身查看 不成想 这群便衣人 正以人墙的形式 试图翻过隔离墙 得知事态紧急的杰森 立即召集士兵前往现场 幸运的是 便衣人只顾冲进隔离墙内 并没有注意到车内的德林等人 几人慌忙地从车内钻出来 向着树林夺路而逃 与此同时 杰森也带领士兵赶到了现场 然而此时 已经有便衣人越过隔离墙 进入了这里 众人还在焦火之际 瑞特却不小心被便衣人扑倒 身受重伤 士兵们对着闯进来的便衣人疯狂射击 时不时还向外丢几枚高爆弹 凶猛的火力压制下 便衣人也终于承受不住 选择了撤退 带到便衣人撤退后 杰森也满脸紧张的 抱着重伤的瑞特 快步前往医院 可医生却说 自己并没有外科手术经验 只能做简单的窗口处理 这时 杰森才想起 自己刚把外科医生德林 送出隔离墙外 于是立刻联系士兵寻找德林 恰好摄像头拍到 德林在外面的庄稼地 得到命令的士兵 故不得迟疑 立刻前往庄稼地去接德林 很快 军车便发现 正在被便衣人围攻的德林 德林也看明白 军车是来营救自己的 想也没想 立刻跳上军车 回到医院 德林并没有立即同意杰森的请求 而是要求先见到自己妻子 因为现在 医院已经没有其他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不得已 杰森只能先行同意德林的请求 很快 贝卡便被士兵请了过来 夫妻俩也终于团聚 可是请求得到满足的德林 并没有立即进入手术 反而要求杰森 说出小镇的真相 第一次遇到如此紧急情况的杰森 也是彻底慌了 忙不迭地说出了人类已经灭亡的现实 不知情的德林 听到如此天方夜谭的事情 认为对方又在编故事 立刻冲上去 薅住一名士兵的脖子 还是一旁的贝卡好言相劝 让他先完成手术后再说 德林的医术确实了得 经过他的手术 仅一个晚上 瑞特便恢复了意识 手术结束后 德林也与贝卡来到了住所 原来 贝卡已在这座小镇内 生活了三年之久 渐渐地也了解了一些真相 贝卡告诉德林 他认为 杰森所谓的人类灭绝说法 可能是真实的 可德林只觉得 一切如同梦幻一般 明明几天前 他还与妻子在一起度假 为何转眼间就世界末日了 为了让德林恢复理智 贝卡上前就给了他眼光 现在所要思考的并不是这些 因为贝卡听说 小镇内的食物已经告急 如何生存下去 才是众人首要的问题 其实 贝卡听到的消息 并不是空穴来风 不知什么原因 黑松镇内的土壤化学浓度 突然发生改变 以至于任何作物都无法存活 导致现在镇内的食物短缺 因此 他们只能在隔离墙外围种植作物 可每当收获计时 他们都必须派遣足够多的士兵 以防发生意外 次日 一名士兵向杰森报告 在昨日的战斗中 他发现 这群变异人貌似十分畏惧火光 所以他建议 这次收获粮食采用火攻进行 事实证明 士兵的观察并没有错误 当他们利用喷火器 驱赶变异人时 这群变异人显得十分恐惧 并迅速撤离 就在众人还在收获粮食期间 一个身影突然潜注一名士兵 是被驱赶出小镇的叛军首领本 虽同为第一代青年 可这群士兵还是选择了无视本 收割完粮食后 静止关上了隔离大门 将本无情地丢在了荒野 可本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知道隔离墙的监控 可以听见自己说的话 他说 按照小镇创始人的规定 第一代之间不能相互残害 可杰森早已对他恨之入骨 并没有听本接下来的话 立刻让人关闭了监控 因为随着本的消失 也意味着小镇叛乱的终结 加上粮食的丰收 让杰森对此毫无愧疚 甚至有些志得意满 然而 本的母亲特蕾莎却与此相反 自从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捕 他整日提心吊胆 生怕儿子出现意外 收割粮食的士兵们一回来 他便迫不及待地 前去询问自己儿子的下落 这群士兵明明知道本的处境 但全都默不作声 气得特蕾莎破口大骂 指责众人 这是赤裸裸的谋杀 而事实正如特蕾莎所言 还在包米蒂游荡的本 发现前方有两个人影 他口中念叨着父亲对不起 随后便被冲过来的 变异人丝的粉碎 与此同时 杰森再次收到一个好消息 那些围在隔离墙周围的变异人 居然全部都消失了 热感应器也没有发现 任何变异人的踪迹 瑞特也出声提醒道 现在是不是应该将本救回来 如果本出现意外 那么你就触犯了 杀害第一代的铁律 还没等杰森思考完毕 他忽然听到楼下有着动静 杰森小心翼翼地举着枪走过去查看 楼下坐着的 赫然就是小镇创始人的妹妹 帕姆 自从小镇的创始人死后 杰森就将帕姆软禁在基地内的一楼 但此刻不知为何 帕姆居然独自跑了出来 杰森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正按照创始人的计划 一步步向前进行 先是产出足够多的粮食 然后慢慢将小镇向外扩张 对于杰森的说法 帕姆表现出非常认同的表情 非常欣慰地说 这些计划都是他为创始人定制的 现在他已经想通了 所以想要协助杰森 更好地完成这个计划 需要精神安慰的他 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下来 甚至还当着小镇居民的面 欢迎帕姆的回归 之所以杰森能够接受帕姆的回归 除了认可他的能力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原来 杰森是这座小镇建立以来 第一个完全在这里成长的孩子 他从小被帕姆抚养长大 在杰森身上 帕姆倾注了一切 甚至有传闻说 杰森就是帕姆的亲生儿子 然而 帕姆这次现身的目的 可不仅仅是协助计划执行 只见他偷偷摸摸地来到医务室 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但恰好被德林撞见 德林在贝卡的劝说下 也慢慢接受了人类灭亡的事实 但仍对小镇的无脑领导者杰森不敢冒 可对于职业医生的德林来说 他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渐渐地 他也融入了小镇的生活中 所以对于鬼鬼祟祟的帕姆 德林的心中多了一丝戒备 可想不到 帕姆对于德林的一切了如指掌 三言两语就将德林打发走 随后 他从工具箱内取走一根针管 放入口袋中转身离开 工作结束 帕姆静直来到小镇实验室 原本守卫并不打算放行 可他仗着和杰森的亲密关系 毫无顾忌地走了进去 剑撞士兵也无法强行阻拦 实验室是专门为了研究变异人而存在 帕姆对此并不陌生 只见他直直走向低温储藏柜前 取出一瓶东西塞入口袋 刚欲转身离开 恰好碰见进入实验室的菲利 自从创始人死亡 他摇身一变 成为实验室的负责人 对于帕姆干掉创始人这件事 菲利耿耿于怀 于是毫不客气地将他驱赶了出去 帕姆眼见已经达到目的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实验室 很快 他来到曾经的住所 看见被无辜吊死的居民 感到无比的悲痛 帕姆进入房间 取出了自己最心爱的红色长裙 然后拿出针管与实验室内的东西 正准备注射时 远远地看见向这里走来的德林 原来是因为医院现在急需人手 他希望帕姆能够回到医院协助他 交谈间 德林无意中注意到床上的注射器 可他并没有多想什么 转身便匆匆离开 德林离开后 帕姆仿佛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满脸悲壮地拿起针管 将里面的东西注射进自己体内 另一边 杰森正与一帮骨干 讨论趁变异人消失 扩大小镇的事宜 此时帕姆身着一身长裙走了进来 只见他先是热情地同杰森打过招呼 随后坐到一旁坐下来 打算加入讨论之中 帕姆刚一坐定 德林便满脸严肃地走了进来 告诉众人站起身保持距离 他需要做一项病毒检验 紧跟而来的菲利一口咬定 帕姆要杀死所有人 就在刚刚 实验室工作人员无意间发现 一凭天花病毒不翼而飞 菲利联想到 帕姆曾来过实验室 于是立刻打电话联系了德林 德林这时也想起 在帕姆家看到的针管 推测他很有可能要传播天花 于是立马来到实验室 打算制止帕姆的行为 帕姆眼见计划败露 也不再遮遮掩掩 直言自己培养杰森成为首领的初衷 是希望黑松阵走向一个和平的结局 但这段时间杰森的残酷统治 令他大失所望 于是打算利用天花病毒 将杰森一行人一并毁灭 让黑松阵重新走入正轨 帕姆只恨自己没能教育好杰森 杰森小时候愈发的叛逆 恰好又遇到菲利 在菲利的残暴思想的影响下 杰森与帕姆的理念渐行渐远 最终造成现在这般不可逆转的局面 帕姆的病理检验报告很快变出来了 好在发现的及时 天花病毒仍处在潜伏期 没能感染任何人 这番操作 使杰森对德林的好感骤升 可对于这位一师一母的帕姆 杰森选择亲手告别过去 就这样 又一位奋斗的勇士 永远离开了世界 经历此事后 这位小镇的二代掌权者 一夜之间成长了许多 他召集骨干 开始重新讨论小镇扩张事宜 身为小镇老人的杰 拥有很高的威望 当初也是他力排众议 选择在隔离墙外种植粮食 杰提出 要首先在外 寻找适宜种植粮食的地方 这样可以解决人口扩张问题 顺便说出 初代创始人曾派出12名志愿者 从不同方向寻找线索的事情 算算时间 现在也该到了回归的时候 几人交谈间 监控室内显示 有不明生物正在缓慢靠近 士兵们瞬间如临大敌 纷纷跑去查看 没想到 竟是两名人类 好在士兵认识两人 没做盘查 就将两人放入了围墙内 而其中一名 就是12名支援者之一的大卫 另一人 则是曾经叛军的得力干将詹德 几日前 詹德被一通驱赶出小镇 没成想 他服大命大 被变异人围攻后 没丢掉性命 而是被变异人当作口粮存了起来 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溶洞中 还没等他完全回过神来 一个变异人跳了进来 生存的本能 让詹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居然将变异人反杀 他好不容易从龙洞内爬出来 来到不远处的小溪喝水 却没发现身后有道身影 正在缓缓靠近 好在来者正是志愿者亚当 三年前 亚当被创始者派出来 搜集变异人的各种线索 以及幸存的人类 在无比危险的末日存活至今 然而目前 只发现了詹德一名人类 两人商议一番后决定 先回到黑松镇再说 回到小镇的詹德为了活命 当着瑞特面 说自己要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并说变种人并不是毫无智慧的野兽 常年在外的亚当 因身体状态非常差 必须在医院检查一番才行 亚当腹部上密密麻麻的伤痕 昭示着他三年来的艰辛 好在这一切都有回报 他称变异人并不是敌人 而是人类的替代品 说完趁着德林离开时 亮呛地站起身 离开了医院 离开医院来到小镇后 小镇上所有人 都用好奇的眼神打亮着亚当 不过对此他毫不在意 四处望着周围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这一幕 恰好被特蕾莎撞见 他跟随亚当来到一个胡同 原来 亚当在末世前 曾是伊森的直属上司 当初也是因为他派遣伊森 前往黑松镇执行任务 见到亚当 特蕾莎暴跳如雷 冲着他破口大骂 要不是因为亚当自作主张 他们一家也不会变得如此悲惨 亚当对此一言不发 可他的心中却满是愧疚 时间很快 来到杰带领队伍寻找农田的时间 杰带着成群的士兵 穿过小镇街道 特蕾莎走到队伍面前拦下车辆 他想跟随队伍 出去寻找儿子 杰想了想 点头答应下来 反观亚当更加直接 问都没问直接跳上车子 浩浩荡荡的车队 穿过隔离墙出发 湖泊的空地处 准备安营扎寨 特蕾莎趁士兵繁忙的功夫 找到亚当询问他 能不能帮自己 亚当也并没有多说 只是点点头 于是 特蕾莎说出了 本大概在农田附近的消息 夜半时分 亚当独自一人背着武器 向着远方走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特蕾莎被外面的稀疏声吵醒 走出帐篷一看 原来是亚当带回一具尸体 特蕾莎也明白了过来 自己再也等不到本的归来 连日来的期盼瞬间化为泡影 他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人 默默地走回了帐篷 画面来到黑松镇 一名青年正呆呆地看着旋转木马 但不知为何 旋转木马突然停了下来 一名变异人 从里面站起身来 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 原本还在街上游荡的小伙 突然发现 停电旋转木马的身后 出现了一只变异人 好在巡逻的士兵 及时发现了这里的异常 小镇的首领杰森准备直接杀死他 瑞特确认出 这居然是只雌性变异人 于是两人决定 先将变异人活捉后再决定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雌性变异人也没怎么反抗 就跟随众人来到实验室内 离奇的是 他的到来 瞬间便让实验室内其他变异人 安静了下来 要知道 他们之前遇到的变异人 全部都是雄性 而且 雌性变异人的手上 还有一个烙印标志 众人对此十分好奇 不明白为什么变异人的身上 会出现智慧文明图案 种种迹象表明 这只雌性变异人并不简单 菲利决定 对这只变异人进行一番研究 也许在他的身上 可以寻到灭绝变异人的突破口 可他身为一名心理专业的医生 对于生物学并不是很了解 于是瑞特找来德林一同研究 另一边 士兵向杰森汇报 在围墙的四周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漏洞 这让众人不禁有些疑惑 这只变异人 究竟是如何进入到小镇的 这时 杰森好思想起了什么 来到贝卡的家中 询问贝卡 小镇是否存在漏洞 贝卡矢口否认 变异人能够潜伏进来 绝对不是小镇设计的问题 否则人类早就灭亡了 原来贝卡的身份 并不是德林的妻子那么简单 早在2000年前 小镇的创始人 就找过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贝卡 希望他能够设计出 即生活娱乐一体的小镇 接到委托的贝卡 夜以继日地完成了小镇的设计 在随后的庆功宴上 兴奋地询问创始人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建造小镇 大卫却回答 可能还需要过一阵子 听到这话的贝卡 顿时有些不悦 忍不住询问道 那究竟是三年还是五年 菲利抢先回答 可能是在2000年后 听过菲利的回答 贝卡感觉有些天方夜谭 一时间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创始人只好带着他 来到了小镇的选址处 并为贝卡介绍了小镇的核心成员 经过众人的解释 贝卡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同时也是为能够见到 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 最终决定参加创始人的末世计划 以上便是黑松镇一到四集的全部内容 相较于第一季的悬疑感觉 第二季更多的描述人性的卑劣 看点相对第一季来说较少 但是作为一个爆米花剧集来看 还是蛮不错的 但如果深究整个剧集的内容 还是需要蛮谨慎的 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等我更新接下来的内容哦 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